石油 那我們差不多要來正式開始 Based on TV 好 那 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 很高興大家來到這個直播間 然後呢 這一次呢 這個禮拜我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上個禮拜 我們去时尚街拍的 實拍活動 然後回來得一些後續的心得分享跟作品分享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的 團呢 節拍團呢 我們去了波皮寮 東山水市場 還有新富庭市場 然後我覺得這一次 大家拍的照片都超踴躍的 照片就大概有四五百張吧 所以我後來挑照片 費了一番時間 對可是 大家拍出來的成果我覺得都很棒 很不錯 然後等一下會挑出一些 我覺得特別優秀讓大家分享 然後也可以看一下 然後 也會提供一些我的意見 讓大家可以回去看什麼進步 然後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這一次的 成員們呢 大部分都是用手機拍的 所以等一下你們可以看到的作品 其實 這一次成員裡面大 三分之一有單眼 那其他的學員呢 都是用手機 對然後 其實我覺得啊 最後的成果拍出來 其實 手機跟單眼其實是差不多的 對現在的手機攝影其實越來越厲害 然後而且你當你在 白天的情況然後 你是有 說好場景 Model 跟道具的狀況下 其實手機跟單眼拍出來的差距 真的非常非常的小 對所以等一下大家可以再看哪些到 照片是用手機拍的哪些是用單眼拍的 然後而且呢 這一次的 學員們呢 除了攝影上面是新手以外當model也是新手 不過這一次我覺得大家當model的 我覺得都蠻有潛力的 其實拍出很多很不錯的照片 然後其實 大家應該也都是素人 可是其實你們只要 適當的透過一些方法 或者是攝影師的導引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 拍出很多很不錯的pose 那我們當地其實也試了很多的東西 等一下要一一來分享給大家看看 OK 好 然後呢 還有另外一件要提的就是 街拍大賽 這一次 最近這個禮拜呢 我們有新增了獎項 然後獎項的 獎品呢 就是 那個台北花園大酒店的住宿券 跟那個他們的 餐廳的餐券 兩名 對然後我覺得很感謝 台北花園大酒店 就是看到我們這一次 舉辦的比賽 然後主動跟我們聯繫說 想要一起協辦 然後來提供獎項 而且呢 可以讓得獎的作品 在他們的 藝廊裡面 裡面展出 他們會為大家 為得獎者輸出作品 然後在那邊展出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有心的 然後 我們數位內容時間長 其實也是蠻 希望跟就是在地的商家 或者是更多的在地的夥伴 有更多的互動 所以我覺得這一次是一個很不錯的手作 然後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一起參賽 OK好 那 我們就要來開始看大家的作品囉 OK 那大家有什麼要問的嗎 也可以 一邊 一邊聊 一邊講 也可以一邊問問題 零三說 黑糖的聲音也收得太好了 超清晰 黑糖奶奶講 對 因為今天我的收音是比較不一樣的方式 對 大家等一下 過幾天可以來 看看我是怎麼收音的 我覺得今天這個收音 效果還挺不錯的 好 好 那來蓋著啦 來吧 好喔 第一張這個是 學員的作品 然後 他應該是後製 所以才 做出這樣的綠色的效果 然後我覺得這張的 恩 這張是在那個東山水市場拍的 然後其實整個的 環境的感覺還不錯 然後 不過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東山水市場應該上面都是黃色的 然後所以 這個阿姨穿的黃色的衣服 其實 應該是跟上面的 黃色是蠻大的 所以其實 後製的時候 可以不用把上面的黃色綠掉 可能可以更有呼應的感覺 對 對另外美肌拓的話 像那個精品服飾 新子市場那邊的牌子 應該是黃色 就是 既然他們都是黃色的話 他們其實是可以有 相互呼應的效果 我們可以試著把他的顏色留下來看看 不一定要把他綠色綠掉 可能會讓這張照片就是 更有趣一點 然後 更有 完整感 整體性 OK 好 OK 那 這一個呢 剛剛這張應該是節拍 就是不是我們團員的model 對那這張就是我們自己的團員啦 那我這一次有 準備了三到四個道具 讓大家去玩 跟去年的道具不太一樣 今年的道具呢 比較 有 比較類似是披風型的道具 就是比較動態感一點的東西 對那這個就是那時候 我們有一個團員 他超高的 他大概有190 接近190的身高 對那他配上這個 這是我們這邊的絲巾 對然後 我覺得他應該可以有些 發展的方法 可以用 然後所以才把這個帶出去 對事實證明 對事實證明這個帶出去以後效果其實還不錯 不過這張應該只是工作室的側牌 讓大家看一下 另外這是我們的另外一個道具 這個 這個道具是一個我覺得我自己蠻喜歡的小道具 他是LED燈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他是透過USD 然後就可以發光 所以你們只要帶個 行動電源啊 或者是一些 小型的充電的 電源孔呢 就可以讓 這個LED燈發光 然後他是可以 纏在 各種地方 不管你要纏在Model的身上 或是纏在 場景裡面 然後其實都蠻好用的 然後這個也是稍微記錄一下 後面會有 不錯的作品 好 然後 這是把他兩個搭在一起的 這就是 我剛剛說到的就是比較動態感的一點的作品 這一次有兩件的那個 算是絲巾跟披風吧 對然後 這兩件的 效果跟花紋顏色我覺得其實都還蠻不錯 另一件是偏藍色跟黃色 他跟 山水市場就蠻搭的 對那這一個呢 他比較半透明然後是藍紫色的 對他其實恢復起來還不錯 很適合就是 拿來拍照用的 大家可以多留意自己身邊的這種小道具啊 或者是一些 器材 或者是服裝 服裝類的東西 這種東西其實拿來拍照都還挺不錯的 那 另外一個道具就是這個 花瓣 對這個花瓣 我是 蠻舊以前買的 然後這種花瓣啊 其實乾燥花的花瓣 入手其實蠻容易的不會太困難 大家也都可以去 買買看 我記得我這個是在大床買的 然後很便宜 這種東西 嗯 入手很簡單 而且 如果你拿來拍照的話 其實會很不錯的效果 對那這張也只是紀錄而已 所以 這張的拍出來的效果其實還 就是普普通通 如果你們用更低一點的視角拍的話 其實會有很不錯的效果 中間的就可以 先快速跳 這個 這個運用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張 這張照片呢 大家應該看得出來 是剛剛的那個半透明的視鏡 然後把它放在你的鏡頭或是手機前面 然後就可以做出這種漸層的效果 對然後 其實 呃這個東西可以在你們 怎麼說 你可以讓它多有更多一點層次感 不一定就是 平面的這樣子照的拍 如果你把它對摺起來 或者是你讓它有一點 皺褶 然後可以凸顯出 比如說 臉部的畫 那 它可以拍出更棒的效果 然後 這個就是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姊姊 然後 他也是把這個花 我覺得 他是一開始 第一個 想到把花 鋪在地上拍的人 對我覺得 這個拍出來的照片效果 其實還不來 這個照片的品質 已經算很不錯了 然後 不確定他是用手機還是單眼拍的 可是我覺得這種照片 以一般的 新手來說算是 品質很不錯的照片 如果你要拿去參賽也是OK的 算是很不錯的照片 嗨小薇 小薇說花瓣 對啊花瓣超好用的 嗨 Annie Annie說那麼浪漫 對啊攝影師就是 整天要想這些 呃有的沒有的 招式 對各種招式 攝影師要去 嘗試跟挑戰 好這張 這張我覺得蠻不錯的 蠻有fu的一張照片 那這個帽子呢 不是我當天準備的 是學員們自己身上 自己帶來的東西 對然後 如果你們去拍旅遊照啊 或者是 你們想要拍一些 比較不一樣的照片 蠻推薦大家 多用這種 這種方法去拍照 比如說拿你身上的配件 或者是拿你的帽子 墨鏡這些東西 去跟 你的身上的配件去做一點互動 其實就會很有感覺 對 然後 看起來也不會那麼的 就是 就是 路人旅遊的照片 那種感覺 這種照片其實 就是 我們那天其實 大家只是就是簡單的 走過去貨皮的那邊而已 可是 拍出來這樣的照片 我覺得其實 水準是很棒的 OK 然後 所以大家可以 多多嘗試這種道具 跟多多嘗試這種動作 好 那 這個應該是 這我覺得他應該是有點悲證 所以 這也是我們那天的學員 對然後他其實拍照還蠻上向的 然後呢 可是 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一個點 我覺得他好像 有點悲證的感覺 然後那個扇子呢 是學員們自己帶來的 不是我準備的 扇子其實也是一個很不錯的道具 可是大家要 知道要怎麼去善用它 然後因為 像如果你們要拍扇子的話 這樣的比例其實是有點 不太適合的 因為扇子太小了 所以 通常可能只要拉到半身去照 然後 你拍扇子 才會有那個感覺 因為這樣的照片呢 嗯 我記得下一張應該就是半身了 對不對 好 應該在更後面 好 現在先不用 等一下 大家講到的時候 應該大家會看到扇子 比較近拍的話 會有什麼不一樣的效果 OK 我覺得那天他在那邊有點被整了 因為他 不光是被那個燈纏著 然後還要跟扇子 然後還要 比動作 真的是有點辛苦 蠻犧牲形象的 OK辛苦大家了 不過後來有一張還不錯 等一下會跟大家分享 對 對 好 這個也是我 我拍的 OK 然後 這次裡面呢 會有一些是我拍的照片 然後 呃 以前 以前我帶團的時候 我比較少會 特地去幫大家拍照 然後因為 其實 光要顧 顧人 然後 顧很多的行程上的東西 其實就很忙了 我通常是不太會帶相機出去的 不過這一次我想做個新場 是就是 帶相機出去 然後 幫 每個人拍一張 我覺得不錯的照片 或者是有 特別巧思的照片 然後 所以呢 才會 這次我會 等一下你們應該會看到不少 就是我幫這次的學員們拍的照片 對 然後 其中有不少我都挺滿意的 所以 放出來讓大家看一下 然後 之後可能也會有 這樣子類似的活動 對 就是 帶大家出去拍 然後 幫哪個人 就是拍一張 不錯的大頭照出來的這種感覺 對 然後 這個活動可能 還會在計畫中 對 所以 大家如果 期待的話 之後也可以追蹤 然後 之後可以再來參加活動 然後 安妮說 招式感覺 怪怪的 林珊說 腳插腳超厲害 真的 我覺得 那天那個 這個學員 他算是滿上向的 他穿的就是比較文青風 然後 穿起來 就拍起來 其實滿有效果的 跟 整個波皮爾的 FU其實滿不錯 滿搭 滿搭的 OK 好 那 另外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我們那天的那個高高的model 然後用這個 絲巾拍的 不過我覺得這張 拍的 沒有到 沒有到我 我沒有到很滿意啦 對 因為 絲巾有點太透了 其實他會把 把衣服的顏色給透出來 他沒有辦法 怎麼講 把衣服他原本的白體的衣服把它給他蓋掉 所以其實 這個 這一張的話 我覺得不算是很滿意 然後 不過 還OK 普普通通的照片 然後因為這個model其實很高 然後資金 掛在他身上 我們其他人掛頭是很大一條 可是 掛在他身上的時候就變得很小一條 所以 拍全身的其實有點困難 有點可惜他的身高 因為model其實身高非常的高 對 因為這個道具不適合拍全身 所以就沒有拍 沒有拍他的全身照 對 好 那這張也是我拍的 對 這也是我們當天的學員 我記得 這有兩張 這兩張我都蠻喜歡的 挺滿意的作品 讓大家看一下 讓大家看一下 我好像 擋住了位置 稍微調一下位置 讓大家看一下 這一條就是我們那天的第四個道具 它應該是一條類似 披風的東西 對 也有可能是一條作品 其實我也不確定他到底是什麼 不過他的顏色其實非常的顯眼 他是藍色跟黃色 相見的一條 一條披風 然後呢 他的花紋樣式也蠻複古的 所以其實蠻適合當天的拍攝 那這張是我覺得當天拍到 算很滿意的一張 AI問說 我可以叫AI嗎 還是 愛 愛 真 AI好了 AI問說 請問是連拍彩譜 捕捉到披風的瞬間嗎 沒錯 問得很好 這兩張照片呢 跟大家說一下我們那天拍的狀況 這一組 這一組set 算是我那天拍蠻久的一組set 因為呢 這個披風沒有把它甩起來的時候 他披在身上其實 會有一種比較厚重的感覺 對 然後 如果你的 動作上面 或者是 整個的肢體上面沒有辦法把它撐起來的話 其實就會像掛著一條 大毛巾的那種感覺 所以 我那天就希望他們可以把 這個披風給他甩起來 然後甩的時候用連拍去抓到這些動作 對那 所以呢 這些 這兩張照片 其實呢 他們都拍了蠻多次 然後從裡面挑出 一兩張 成功的照片 對 像 這一張我記得就是 因為那時候他在 他在陰影處 所以其實 臉是比較不好抓的 對 所以 把對焦固定在臉上 臉上面以後 然後請 這個學員甩了兩三次 連拍了兩三輪 然後 才有一張比較 我覺得比較成功 然後也比較滿意的照片 那最後最滿意的 我覺得就是這一張 對 所以 如果你們想要拍這種 連拍式的 就是披風啊 不管是披風 外套 或者是婚紗 或者是絲巾 這些東西 其實你們都可以把它甩起來拍 他可以讓你的照片更有動感 然後更有生命力 然後我覺得很多攝影師喜歡用這樣的拍攝方法 對 讓一張照片 或者是讓 一套服裝 會更有 動感的感覺 對 這其實會對照片來說會很加分 因為很多像 如果這個 這個披風 你沒有把它甩起來的話 他就是壓在身上 對 然後如果 你的model的身材 沒有辦法把它撐起來的話 其實這個 照片看起來就會是 就是把人包住的那種感覺 所以 你們可以多嘗試這種動態 動感的方法 然後 時尚攝影裡面啊 很多的照片都會是 那種 行進間 或是動作間的照片 大家如果去觀察一下 時尚攝影 揭拍 還很喜歡在 比如說model在走路 下樓梯 過馬路 或者是 一些其他動作的瞬間 的照片 最多 就是這種 很難聊天講話 這種笑 笑容的這種照片 是最多的 對 所以如果你們要讓你們的model 他們如果是沒有經驗的話 要讓他們快速的進入狀況的話 可以 就是比如說 請他們做這種動作 把 披風甩起來 轉身 或者走路這種動作 對 那 對攝影師來說 你們要讓model 可以 有放鬆的感覺 拍到他比較自然的瞬間的話 就會容易很多 那 這一個 也是我拍的 OK 這是我朋友 Daniel 然後不知道他今天有沒有上 他有時候會來這邊 OK 然後 如果 沒有把 這個絲巾把它 動起來的話 就會像有點像這張照片一樣 就是有一種 黃桃的感覺 對 然後所以 這張照片就是 比較呈現Daniel的霸氣的感覺 對 然後我是請他 我記得應該是請他 手對著相機 指的相機來拍的 然後我再把 像 把 近處的手 把他給虛化掉 對焦在他臉部上面 OK 林山笑了 林山大笑是怎麼回事 這一張 其實還拍的蠻有霸氣的 我覺得 充滿殺氣的眼神 對啊 其實 Daniel平常是一個很可愛的人的 對啊 高貴真的 這個 披風披上去的話 其實真的有點像 黃袍的感覺 然後Daniel的身材是蠻襯得起來的 這一條 那個披風的 對 所以他只要披著他 做一些動作 然後 拍一些比較近的特寫 基本上就會很有霸氣 OK 好 好 那這是我們 這是我們 這是我那天做的小紀錄 就是 LED燈 對 好 這個也是我拍的 這個呢 我記得是 也是我們的一位團員 然後他其實是有P的那條 跟這條一樣的金的 對 那只是我剛好 看到這個瞬間 這個角度 我覺得蠻喜歡這個 燈光的 所以我就把這個 這個瞬間給拍下來 對 那時候他是跟另外一個學員 正在 他們兩個正在 研究怎麼拍 就是 市場裡面的餅 對 他們研究了很久 那 而且市場裡面其實燈光蠻暗的 然後 不過他還是有一些 攤商有打亮燈 對 那剛好就靠這燈的燈光 可以 拍出他的輪廓 就拍了這一張 OK 好 這張也是有點 拍輪廓的方式 對 這兩張 其實蠻類似的 是這一張的燈光呢 就是靠 我們的那個LED的燈絲的燈光 拍出來的 然後 他也是剛好 打亮點的輪廓 所以 也就特地把這個瞬間拍下來 其實我還蠻喜歡拍這種 就是 別人正在做什麼事的瞬間的時候 把他的 申請給補助下來的 然後 只要找到不錯的角度跟燈光 那個照片其實就會有 蠻有感覺跟溫度 好 這是我們來天的合照 然後 我記得去的時候大概是10多個人 這也是另一張合照 先跳過 先跳過 好喔 然後呢 後來呢 我們就到了那個 新富庭市場裡面 這個景大家應該都有去 拍過 或者最少你們也都有看過 然後呢 其實因為 我們那天的學員們呢 幾乎都是素人 所以其實他們 一開始我還沒去的時候 他們在那邊 真的 不知道該該 不知道該拍什麼 所以其實 他們拍出來的照片 大部分都是 大同小異 幾乎都是大同小異 然後我後來去 跟他們 指導一下以後呢 然後 知道他們做了一些Pose 然後他們的照片才開始比較有 生動的感覺 對那這就是其中一張 一般大家到這種景點拍照的時候啊 應該都會是 筆頁筆站之類的 對然後 這張照片就是 因為我看到這個學員可以戴單眼來 所以呢 我就請他把他的單眼拿起來 擺出他平常拍照的Pose 然後所以就得到這張照片 對基本上還不錯 算不差的照片 然後我覺得效果也不來 是一張可以當大頭照的照片 然後所以 那天呢 我們在這邊也是玩了一陣子 Annie說 哎呦有貓 對啊 Annie最怕貓了 可是 我們這隻貓 牠很療癒的 牠是一隻療癒的 老奶奶貓 黑糖奶奶 然後 這也是 是 同樣的那位學員 然後 一開始幫牠拍完這張就是 縫眠照以後呢 然後我們就想說可以來一點比較不一樣的Pose 對然後所以 就開始了各種奇妙的Pose的 白拍 然後這個學員其實都蠻上向的 拍起來都很不錯 然後呢還有 另一張就是請牠 做 超級馬力跳 我也還蠻喜歡這張的 那這張照片呢 也是跳了非常多次才成功 也是把牠連拍開下去以後 請牠跳然後 用連拍去抓這個瞬間 然後其實每一次跳 都會有一點點的不一樣 比如說有時候 呃相機的方向不對 或者相機的位置不對 牠沒有擺到臉上 或者是牠的 腳勾的不夠多 不夠多 看起來跳不高 這些東西 就是其實 在連拍的照片中 非常非常多 對像這樣 拍這種 這種的連拍照片 基本上 可能 像 這樣的一張照片 背後可能 大概有 50張照片 也不一定 對 然後所以大家就是記得 如果你要拍這種 動作型的連拍照片的話 也要去 檢視你的照片 然後呢 去幫你的model做一些調整 其實 就會可以拍出一張 最後是 動作最完美的照片 OK 然後我覺得這張的效果 就還不來 那這張呢 就是剛剛的那個四斤 加上 這個小扇子 不過這張 我覺得沒有拍到很滿意 所以 就還好 只是 他有點異國風情的感覺 這張我也蠻滿意的 這是當天的另外一位學員 然後他其實是沒有帶 相機來的 所以呢 這一個相機呢 是跟剛剛那一個 血緣借來的 對然後因為這個血緣 他的穿著打扮其實是蠻文青風的 然後因為要跟剛剛那位血緣有所不同 所以我就請他蹲下來 拍拍看 對沒想到效果還不賴 就是他的set大概是拍個兩三張就直接就成功了 對 也獲得了一張大頭照 安妮說下次來開一團跳跳團 有趣的團 磕磕 可以啊 是可以開啊 可是很累喔 真的 真的 像這個跳就 你可能就要跳個五到十次都不一定 對跳跳團跳到後來 大家應該可能都會沒力 對而且 一個人跳算簡單的了 如果你是要五個人一起跳 五個人都跳到最高點的時候 拍那個就 那個就有難了 對那個難度就是會讓大家真的是 會跳到腿沒力的那種 對好 然後 安妮說這張好看 對啊 我也還蠻滿意這一張的 這一張呢 就是用超廣角的鏡頭 我的超廣角鏡頭 然後蹲下來從下往上拍 然後 請這個學員把相機拿到臉的位置 對那再稍微瞧一下他的腳 腳的位置 腳的姿勢 然後稍微挺 挺個腰 挺個胸 然後就就拍出來了 基本上沒有很難 可是我覺得是一張 蠻不錯蠻有fue的照片 林山說去龍山夜市跳 龍山夜市也是可以啊 可以你跟阿亮一起跳 兩個人跳 我幫你們拍 OK的 好 這張就是 再送他一張就是 有露出臉來的照片 讓他把 相機放到嘴上來 對 然後因為 超廣角的光西 所以他其實會把 周邊的東西給拉長 所以他腳 跟鞋子看起來會很長 就比較有那種 延伸感 就是霸氣的感覺 然後配上 新富丁市場的這個天井啊 基本上他就是一個很好拍照的背景 對 因為他有線條有曲線 然後其實 你人站在那邊啊 基本上拍都不會查到那裡去 對 只要你可以把握住一些小原則啊 其實 拍出來的照片 你要換來當大佛燒機 那種非常非常優 林三說我怕地震 阿亮不知道有沒有在這裡 阿亮也要哭哭了 然後安妮說 但沒那麼帥也好看 應該不會被追殺 沒有這一次沒有我的照片 我也 我好像也沒什麼在 在裡面拍過 對 好 不過我覺得這一次的學員 拍出來的照片都很不錯啊 這是那天的一個 一個大叔 大叔 他的身上的裝備真的就是很難拍了 對 然後 所以呢 想了一些方法 其實拍的都不是很滿意 最後是 請他跟另外一個人 借了一個銅測系的包包 然後把包包甩起來看看 對 然後所以才拍出了這一張 就是 還OK啦 OK的照片 沒有到很滿意 不過因為 因為服裝跟整個整體造型的關係 其實要拍出來很難 要拍得很優 其實也有點困難 這是一個那天的另外一位團員 是個大姐 然後 基本上這種 這種 這種景點就是很適合大家來做這種 網美類型的姿勢 比如說 拿你的帽子啊 或者是拿你的墨鏡啊 或者是 甩你的裙子 或者是甩你的 濕巾跟屁風這種照片 其實拍出來的效果應該都會很不賴 這張也是類似 拿著帽子的照片 安妮說 海邊海邊跳 好 到時候就交給你 我負責拍跳 安妮 安妮負責跳 林珊說 陽光沙灘 比基尼 陽光沙灘比基尼 是你要穿比基尼的意思嗎 那阿亮應該會蠻開心的 好這也是當今的一位學員 然後 他的拍法就是跟我的 海報上面的那個拍法就很像了 對就是把 剛好有穿裙子 長裙的其實蠻適合在這邊拍照的 對 因為這個地方呢 他是個天井 不會有風 可是如果你把你的裙子甩起來 可以甩的 像有風的感覺的話 其實會蠻不錯的 整體的照片其實還不賴 Daniel Daniel 嗨Daniel跟你上電視 沒錯我剛剛有講到你喔 安妮說 你來找 找地點請網帥開團好了 好啊可以啊 是OK的 可以來開個 再開個外拍團 其實我覺得這次的效果還不錯 幫大家都拍出了一些 網帥網美照 其實還不賴 黑白 接下來又回到學員們的照片 黑白的照片 波皮寮這邊其實很適合黑白 因為他很多的 就是紅磚啊 紅木紋這些的 弄成黑白照 覺得很有Fu 好這張就是 剛說到的很犧牲的那位學員 對然後其實 切到半身以後 這個照片就會有感覺的多 對剛剛那張照片就是會 覺得這個有點 就是有點久 不知道 他被 他被整了還是怎麼樣 這樣子 這張就稍微好一點 把它縮小一點 好像不能縮小 沒關係這樣子 OK 對 扇子這東西啊 就是因為他扇子上面會有刮紋 然後他是一個不太大的道具 所以如果你要拍扇子的話 比較適合拍這種半身的照片 肖像的照片 對如果你拍全身的話 其實扇子這個東西 看起來是 不會到很有效果 03說超級霸氣 對剛剛Daniel超霸氣的 Daniel那張 然後 Annie說03你帶 比基尼 我們組甩甩團來幫你拍 所以Annie你快推坑他 趕快推坑03 好 再來一個 好這個也是絲巾 然後是在東山水市場裡面 東山水市場啊 這次感覺應該會蠻多 團隊去拍的 對因為他其實是一個 蠻有特色的地方 他主要是藍色跟黃色色 色系的一個市場 然後 有很長 很強的縱深感 跟延伸感 所以在裡面其實蠻好拍照 如果要拍時尚照的話 適合去那邊拍 對好 那這張也是學員拍的 然後我覺得是蠻不錯的一張照片 分享給大家看看 對 這張也是在一樣的東山水市場裡面 然後呢 這個學員一樣是把那個絲巾給圍在身上 對然後就有一種蠻 異國風情的感覺 對如果你要在台灣拍出 很異國風情的照片的話 這一張我覺得是 很好的範圍 讓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這張是 這一次的學員裡面 我覺得算是拍得很優的一張 分享給大家 非常的優質的照片 對 零三桌 然後 你拍帥帥嗎 不是啊 可是被拍的那個 感覺很可以 好 那這張也是一樣 這張就是把兩個道具組合在一起的 對 可是這張就其實沒有剛剛 上一張的那個 這個 藝術感跟美感那麼強烈 對因為 這個兩個道具的之間的關聯 其實不是非常的大 對 所以他有點像 印湊在一起的感覺 然後 反正這張其實 比較 比較特別一點 對因為這張的構圖上面也不錯 把那個縱身跟 人的焦點 最後是結合在一起 好 以上就差不多啦 就是這一次的 街拍的優秀作品 跟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有什麼想要問的嗎 Annie說我們幫網帥準備超人妝 超人妝 我就會給阿亮好了啦 阿亮應該比較需要 阿亮穿超人妝 然後 零三穿比基尼 對 這樣超優的 DCI這次的 時尚 時尚街拍的 Model範本 就這兩位了 跟大家說一下 零三就是我們的 心電桂輪美 美美的心電桂輪美 好 以上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再讓大家看一下 就是這一次的作品 這一次作品 其實總共大概有四五百張吧 然後這些是最後挑出來的照片 所以呢 大家以後記得如果要創成照片的話 也是要自己 先挑過 不然的話那個 像 相簿真的會 很可怕 爆炸 你光要把 照片都看一輪 就會花時間 你一直在說整個不堪入目 太可怕了 紅色丁字庫 想要嚇死誰啊 紅色丁字庫這樣應該會被剪去 我覺得 好 好 這張照片 剛剛好像沒特別講到 這張照片就是 如果你們要在剝皮條拍 想要拍網美照啊 或者是 拍出不錯的 旅遊照啊 最很基本的一個拍法 擺一把就是這樣子 就把有眾生感的東西 擺到一邊 然後 拍出人的半身像 對那 那當天啊 這位學員他其實 本來來的時候也是 蠻僵硬的 因為他也是 第一個 上來被拍的學員 所以其實也是 表情上跟肢體上都是很 很僵硬的 所以 那時候也是花了一點時間 溝通 然後 讓他去嘗試一些動作 然後大概拍了 三四組以後 才拍出一張 比較自然 放鬆的表情 對所以大家如果 你們要跟model 拍照合作的時候 其實要 想辦法讓model可以放鬆 對那 其實每個攝影師 他們會有自己不一樣的 習慣跟方法 每個攝影師的方法都不一樣 我自己是比較習慣這樣的 這樣的做法 就讓model可以想著一些東西 去做 或者是攝影師給model一些指令 那他在 想著這些指令或動作的時候呢 他就不會去一直 去想說自己 要放鬆要放鬆 不能太僵硬的這件事情 對那他把這個東西給忘掉以後 自然就可以 表現出比較自然的感覺 好 好 好 林燈說等等露聽了什麼 有露聽了什麼嗎 沒有要 沒有要什麼紅色丁字庫喔 A9的意思是說 我自己要紅色丁字庫 沒有喔 我完全沒有要紅色丁字庫 這個會被 會被警察抓走 拜託不要 總之這一次其實拍出了還蠻多 挺滿意的照片 然後而且這一次的狀況是 大家學員都是新手的攝影 跟新手的model 然後我覺得可以拍出這樣的成果 算不錯了 所以之後有可能會再嘗試類似的活動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記得要多多的 追蹤我的粉絲頁 或者追蹤我的活動 這張我還蠻喜歡的 然後 而且這張真的是拍了非常非常多次 這張照片我覺得張天的感覺都不錯 然後 剛好那時候 光線也很棒 因為那天我們去拍的時候啊 其實是 有時候一下陰天 然後 太陽有時候會出來一下 那這一個時候是剛好太陽出來的時候 對 雖然他的下半身這邊是有點過曝的 可是我覺得基本上 整體的感覺還是不賴的 對 就是那個光線的感覺 有出來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就是 畫面左邊是比較輕的 畫面左邊很輕 然後畫面的右邊比較重 這感覺我覺得其實還蠻不錯 好 這是我們的 威嚴的Daniel 簡單再帶大家瀏覽一次 好還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嗎 以往我的旅行團啊 都是會讓大家自己下去 拍 就是 到定點以後就讓大家自己解散 然後 自己 早點自己試著拍 然後 因為我會先上課 然後 上完課以後就讓大家帶著這些 一些 就是 我會提供一些小技巧 讓他去拍 然後呢 不過我覺得 這樣拍出來的方法就是 有些人 有些人可以運用的很不錯 可是有些人 就可能 還是沒辦法 突破以前 就是可能用手機拍那種 觀光客照片的那種感覺 對 所以我這一次才會想說 試著幫大家每個人都拍一張 優質的照片出來看看 對然後 搞不好這個東西以後 也會有一些其他的發展機會 對然後 所以這一次才是 有點像 試驗性質的 帶大家出去外拍 然後也幫大家拍一些 簡易的形象造的感覺 然後整體的效果 覺得還不錯 之後可能會有 更進階的方式 或是更進階的 課程或團 會 去 運作看看 看 這張還不錯 這張 裙子啊也是甩很多次 如果大家想要拍這種照片的話 就記得就是 連拍要開下去 快門要速度要夠快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要很有耐心 對 因為你可能會拍非常多次 可是都沒有滿意的照片 因為這個照片其實你要拍到成功其實不容易 第一個就是 因為Model的姿勢角度要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Model的 比如說眼神 然後他的臉部表情 要對 然後第三個呢 就是 連拍的瞬間 是有抓到 完整的瞬間的 然後第四個呢 就是 連拍的時候 抓到的那個畫面 衣服的波動不會是每一次都很漂亮的 對 衣服的波動不會是每一次都很漂亮的 所以 這個東西也要靠拍很多次 然後可能才會有一次 很漂亮的波動的照片 對這個東西 很看運氣 所以 如果你們要拍這種照片的話 也要嘗試非常漂亮的多次 好 期待再次開團 會的 之後應該會再開 然後說 燈光要怎麼抓 這一張的顏色很好看 這一張的燈光 其實我們那時候都沒有打光的 因為那時候是陰天 然後所以呢 基本上靠自然光 其實就很夠 然後只是我 這張照片 我這次的這組照片裡 都還是有稍微後製 我沒有到非常 就是重口味的後製 我都有稍微把它 可能顏色刷淡一點 然後把陰影把它補亮一點這樣子而已 對所以 後製完的結果 就會是這樣子 可是其實一開始的 動作 跟整個的那個角度 要對是很重要的 你只要動作跟角度對了 基本上 你後製再稍微調整一下 這照片就會很棒 OK 好 好 在玩他的 玩一個小蓋子 好 大家還有什麼要問嗎 這個我覺得 這個學員真的是超犧牲的 就是 突然被大家抓上去當目標 然後 做了很多很犧牲 犧牲形象的事情 還有動作 真是辛苦他了 對 好 那我覺得 是這一次 應該應該會是這一次的學員裡的冠軍 對 因為我覺得整個的感覺很棒 很優的一張照片 好啦 那 大家如果還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繼續在留言 對然後 我要來 準備黑糖的罐罐 黑糖期待已久的吃飯時間要來 好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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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妮說剛剛嚇了一跳 對啊,不用怕,要娘娘的鳥育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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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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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